您今天APPAPP了吗 手机应用程式APP夯翻天 最近大家都应该有看过这支广告 气质美女贵文美拍的 网路通讯APP软体广告 这支APP在全球16个国家 可是下载率都是No.1 而英国媒体报道说 半年多来人们使用APP的时间 已经超过网路了 韩国第一大入口网站开发商 找来气质美女贵文美拍广告 推出的通讯软体在上架9个月后 在全球16国夺下免费软体综合排行榜冠军 下载突破2200万次 英国媒体更指出 民众使用手机软体APP的时间 已经超越浏览网路 可以有图片然后还有表情符号 然后基本的文字跟影片 Long是来自一个很有钱的人 他就是Naver 他是韩国最大的搜寻引擎 那基本上他是做很多钱的一个单位 所以他们并没有希望 直接从这支APP里面赚到钱 一开始的网站都是先吸引人进来使用 之后他们在想商业模式 为什么明明是入口网站业者 就要不计代价地打入手机APP市场 因为根据英国每日邮报报导 使用者平均每天花81分钟 用APP浏览网路则花74分钟 去年12月的调查差距更大了 APP使用时间增加到94分钟 网路则减为72分钟 而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在扩大当中 手机应用程式APP新起 逐渐改变民众消费习惯 也带来无线商机 Google三月推出Android Markets升级版Google Play 号称有45万种应用程式 苹果App Store更宣称拥有58.5万种APP 每月下载超过10亿次 目前为止付给APP发商的金额 高达40亿美元 而尽管Google Facebook 都意识到APP的崛起 都推出手机版APP进场卡位 但是缺乏装心服务就是太晚加入战局 当通话 传讯 上网 游戏 通通集合在一个APP平台 电信网路游戏这三大产业金牛 再不加快转型脚步 恐怕都难以避免被APP 蝉食惊吞的命运 和昔日的荣景 说拜拜 东森林新闻综合报道 而现在低头族这么多 就衍生出S世代这个新名词 它的这个原文是 Screen Generation 荧幕世代 简单来说就是包括 两岁小孩或是一对孩子 都把平板电脑或是智慧型手机 当成保姆了 没错 他们可以节省父母 不少带孩子的时间 但是这些小孩 可能人际关系会出现问题 而且可能会出现怕少年 十几二十岁就老是腰酸背痛 不到两岁的婴儿 跟着爸爸压压学语 手上拿的是iPad 而这个手上还抓着 奶瓶的小女娃 爸爸陪伴她的玩具 也是iPad 瞧她小手指头拼命滑啊滑 却也滑出了S世代 这个新名词 所谓S世代 就是指从电视电脑到智慧手机 平板电脑 这一群由荧幕陪伴长大的孩子 试掉机构统计 家有十二岁以下小孩的父母 有七成以上为了贪图方便 用手机和平板电脑 红小孩 只是问题来了 这一群被iPad养大的小孩 是少年 被少年 年纪轻轻 就得挂名号 低着头 然后有时候又片着一边 然后又拼着一边 这个肩颈痠痛现在越来越多 很多一二十岁的人 就开始有肩颈痠痛的问题 不只身体受影响 医学研究更警告 S世代可能衍生的问题 每天长时间接触电视 及电脑手机的孩子 会因为脑部过度刺激之下 注意力容易不其中 潜在的问题还有 S世代和人交往的模式 走在路上可以看到 S世代多半只会对着手机 表达喜怒哀乐 他们不再享受 面对面人际交谈 我开车的时候 眼睁睁地看着人骑脚踏车 边骑脚踏车 边看那个手机 就直接撞过来 S世代正后群 还在不断地蔓延 也难怪国内外专家一致建议 三岁以前 该让小孩接住 都会新手机和平板电脑 而三岁以后也要胜选软体 东西谈新闻综合报道